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觀眾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宁觀 講到健康 我們身體每個人都有脂肪 那脂肪有三種 一種是皮下脂肪 還有內臟脂肪 還有管道脂肪 比方說血管內的血脂肪 可是脂肪在人體內 有非常重要的貢獻跟用處 但是脂肪這檔是 這個也只能剛剛好 過多過少都不好 那身體內的脂肪 跟這一個體脂率 怎麼樣健康生活來調養呢 待會兒這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觀眾朋友來分享 今天朋友們一起分享的 有六個好朋友 第一個好朋友是醫生 好朋友 劉伯恩醫生 大家好 再是心臟科的醫生好朋友 袁明齊醫生 嗨 大家好 再是嘉義科的醫生好朋友 陳新梅醫生 大家好 再是中醫師的醫生好朋友 彭文雅醫生 大家好 再是演藝圈的好朋友 曾亞蘭 大家好 再是我們的料理好朋友 龍師傅 大家好 好 先問一下劉醫師 這個很多女生都很在意脂肪 脂肪真的要剛剛好 而且要長對位置 長對位置的脂肪貢獻很重要 那長錯位置的脂肪 很多女生覺得很愛眼 還會去抽脂 其實脂肪跟人體的健康 是息息相關的 我們講一個全身的從骨架 從肌肉 神經血管 脂肪 為什麼要講脂肪 因為脂肪還是蠻重要的 我們在今天大家講的 要減重減肥 對不對 可是不要忘記 其實脂肪對人非常重要 我分享案例 這個女生在四十歲 非常瘦 這瘦到什麼程度呢 大概只有32 33公斤 很瘦 她就吃得非常少 然後她覺得她就是 過日子也習慣了 就這樣過 可是她是覺得說 她有的時候就是跑步快一點 肚子也會不舒服 所以她就覺得 這個內臟總是覺得怪怪的 不過重點是有發生一個事情 她也是坐公車 剛好那天公車 跟旁邊一個什麼東西 卡車擦撞 全整個公車裡面 大概十幾個人 擦撞了一下 她就扔一下 頭撞了 昏了一下 後來她摸肚子 去騎外旁邊 撞到旁邊那個椅背 那個旁邊的架子 那當然不以為意 那司機猜測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後來跟卡車司機 在協調一半的時候 就善良 對不起各位乘客 我們大概就要繼續下一個 因為很抱歉 剛剛撞了一下 可是她在那邊待了五分十分 她覺得肚子怪怪的 然後後來她就是說 跟司機講不行 可是旁邊的人看她說 怎麼臉色越來越蒼白 然後司機跟她講說 你是不是嚇到了 不好意思 她說不是 我真的頭暈了 講一講就開始 整個都要躺下去了 這臉越來蒼白 趕快他們說不對 趕快叫救護車 送到某市立醫院去之後 那機診師看到什麼問題 她說就是在公車上撞一下 她說奇怪 你掃超音波 皮脹破裂 她整個腹下也開始出血 然後趕快 因為皮脹破裂是非常麻煩的事情 要趕快做處理 那當然緊急聯絡一些 一般外科醫生 結果趕快就安排到手術室 把她皮脹取出來之後 後來她住院 住了一個禮拜 然後恢復正常 重點是她趴得早 我們就說 醫生跟她講 你肚子打開 都沒有什麼油 都沒脂肪 瘦了一塌糊塗 所以內臟稍微撞擊一下 就破裂了 重點就是我們脂肪有什麼好處 這樣有好處 除了在內臟來看 它是一個保護 你的內臟 包括你的小腸大腸 你的整個肝膽 你要靠這個 我們是人家要靠這個 我們所謂脂肪組織 把它做個buffer 否則撞擊 這很麻煩的事情 但不要忘記了 我們脂肪來講的 其他功能 譬如說 我們在這個身體裡面 我們很多的一些 像膽固醇 膽固醇會合成什麼 微生素低 會合成什麼 我們想 所有的這些激素 包括女性荷爾蒙 男性荷爾蒙 包括我們腎上腺素 所以一個來講 如果沒有脂肪攝取的話 這個女生會當機 月經會當機 因為你脂肪沒有了之後 我沒辦法合成 所謂雌激素 注印醇 這些方面的 這些營養素 所以很重要 所以脂肪還是滿重要 還有一個重點 我們吃東西 沒有這個油脂的食物 A D E K 就是脂溶性微生素 沒辦法吸收 所以要不要忘記了 我們脂肪對人體 雖然說我們怕太多 但是沒有它 還真的不行 那袁醫師要分享 人體內的脂肪有三種 它們各自有不同的 狀況跟意義 其實我們人就是這樣子 你吸收多少 要用掉多少 那一定有多餘的 就像大家想看 我賺錢 錢賺多了 你賺剛好 就每個月多少 然後花掉多少 可能剛好平衡 但是有些人 就會多賺一點 多賺一點 就要存到銀行 所以我們身體上 就會有些地方 會當你的脂肪 越來越多的時候 它就會找地方去儲存 哪些地方 最容易儲存 男孩子大概就是肚子 皮下肚子 然後男女都是一樣 腋下這個地方 蝴蝶袖 然後女孩子的話 有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屁股那地方 大概大腿 在外側那地方 就很容易儲存 所以皮下脂肪就放到那邊 那皮下脂肪有的時候 還真的有好處 因為大家想想看 我們的坐骨神經 也是從屁股那邊出來的 那你坐骨神經 如果附近都沒有一些脂肪 去保護的話 有時候你坐久 坐硬板凳 做什麼的時候 傷害 你剛好真的會壓到神經 腳就開始會麻 那還真是比較麻煩一些事情 那內臟 剛才也講了 因為它需要保護 它在衝撞的過程中 如果都乾乾巴巴的時候 確實很麻煩 但是累積過多的時候 你就造成那個器官 那個地方的負擔 就像我的肚子 越來越大 坦白講 是保護了我內臟 沒有錯 但是真的就會覺得 有時候穿褲子幹什麼 真是覺得很大的負擔 就在這地方 那血管剛才也講了 它在累積的時候 血管的脂肪類 我們比較稱為它為膽固醇 膽固醇這個東西 也是一種脂質類的東西 很重要一件事情 它剛講了 對血管本身的彈性很重要 它對這個神經的修復 也很重要 所以要有它 但是不能有過多的它 所以怎麼樣達到一個平衡 是我們大家一直想到的 那這個東西 跟遺傳絕對有關係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 如果你家族裡面 是有這方面的問題 要特別小心 我有個病人就是這樣 70多歲的爸爸 來做完心臟手術 他想說 我爸爸看起來瘦瘦的 怎麼還會得心臟病 我是不是也要該去檢查一下 結果一檢查 哎呦不得了 這個他自己已經50多歲了 所以一檢查之後 再問一下病史 果不然他在最近打高爾夫球的時候 走一走就胸口有點悶 那這時候再去查的時候 哎真的膽固醇也高 那工作壓力也很大 再一看血管真的堵住了 所以雖然說它沒有很典型的症狀 但因為健康檢查 因為家族史 因為這些東西都累積在一起 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早點診斷出來之後 把那個狹窄血管打通了 他反而變得很健康 所以是爸爸先生病 爸爸先生病 然後他反而有警覺性 他警覺性然後就來做一些健康檢查 一測試還真的有缺血缺氧的現象 所以我們早來跟他做一些分析 再回過頭來問他一下 你的臨床上面 在平常日常生活上是不是有這種症狀 他說真的好像有 所以及早治療 再加上看看我們這個節目 得到一些知識之後 你反而得到很健康 不要像我一樣 雖然這個碰撞沒什麼大礙 但是很多其他的障礙 那接下來雅蘭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雅蘭有一陣子體脂肪也超低 對 我有一陣子減肥的時候 到一定的程度瘦到體脂肪是只有16 所以16真的很誇張 而且你知道嗎 該有脂肪的地方都沒有脂肪了 大概這裡的脂肪全部掉下來 這裡完全沒有脂肪 像非洲難民 之前我很瘦的時候我內臟脂肪也只有1 對 所以我老公說 如果我只要今天就像劉醫師說的 我一碰撞 我可能內臟脂肪就是沒有保護 所以我可能裡面很快就破裂 而且太瘦有些人一碰撞也骨折 對 因為他是直接撞到骨頭 對 所以我覺得太瘦也不好 所以我覺得正常OK 因為那時候是我剛好在減肥的時期 然後他就是自己一直往下掉 對 那我現在恢復飲食正常 然後保持運動 所以我現在的體質都還算還蠻好的 對 那雅蘭今天要分享一個健康 調整體質的好料理 今天要燒的是雞胸肉 對 雞胸肉 那雅蘭樂鍋樂油 那只是說雞肉 尤其是雞胸肉要燒的好吃 要留點本事 沒錯 因為雞胸肉本身就是 大家會認為它比較柴比較硬 所以我有用了一點點的醬油 然後跟太白粉稍微的去抓醃它這樣子 就讓它入味 對 就讓它入味 稍微一點醬油 一點太白粉 沒錯 然後我們就稍微乾煎它 先把它煎 煎完之後我們再來爆香 對 那雞胸肉其實也很容易入味 對 然後也很容易 超級市場就很容易取得 對 那像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減過肥 我覺得我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說 盡量不要不吃油 因為我有一陣子就是真的減肥的狀況 是完全不吃油 然後不吃油的情況底下 你身體會變得很虛很虛 再來就是你整個油脂不夠 你排便什麼全部都不正常 對 都不好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想說 雞胸肉沒有油脂嘛 對不對 我就直接吃雞胸肉沙拉 每天都吃雞胸肉沙拉 真的假的 而且我一天只吃兩餐 然後就是中餐吃雞胸肉沙拉 晚餐吃水果 也就是拔辣番茄 就是糖分比較低的 所以我那樣子大概維持了兩個月吧 兩個月 我跟你講身體虛到不行 因為沒有澱粉 沒有油脂 所以我每天都很像那種死屍 好累喔 真的很累 不然我就發現減肥不能那樣 對 還是要正常飲食 均衡 對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放蒜片 進去讓它爆香 好 蒜片爆香 對 然後今天搭配的食材 有稍微汆燙過的花椰菜 番茄 紅椒 黃椒 還有一點這個豆 甜豆 因為雞肉一定要吃全熟 所以我們大概炒到八 九分熟之後 我們下甜豆 好 然後這個豆因為沒有燙過 所以要稍微拌炒一下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放蕃茄 不是酒精造成的肝癌 其中有三個最高的危險因子 第一個 脂肪肝 第二個 糖藥病病史 第三個 三酸肝油脂高 對 發現全身骨頭痠痛 其實要骨質速攻這個機會增加了 既期提早就結束了 你要考慮是不是膽不准藥 跟醫生討論是否要減藥 這個雅蘭炒菜的同時問一下 新美醫師 內臟脂肪跟體脂肪 其實要剛剛好就好 我先講一個 我印象很深 一個我覺得大家可能沒有想到的案例 是脂肪肝到底會造成身體什麼疾病 那是一個我的病人的爸爸發生的事情 他爸爸六十多歲 他在十年多前被診斷糖尿病 糖尿病之後就開始固定的洗腎 因為他一直控制的不是很好 最後就淪落到洗腎的命運 其實全家都有心理準備了 爸爸未來可能就會跟洗腎對抗 大家心態都是 他應該就是跟腎臟有關 由某幾天開始 這個爸爸全身就是疲倦 肚子不舒服 常常會覺得噁心的感覺 後來就做了一系列的檢查 最後在他肝臟 被掃到了一個十公分的腫瘤 在最後在經過肝臟肝膽腸胃科 合併診斷後 確定這是個肝癌 那有一次 因為他的肝臟腸外科醫師我認識 所以有一次我就跟肝臟腸外科醫師聊天 我們就在聊他這個狀態 後來我們一致認為 因為其實這個病人沒有BC肝 他也沒有喝酒的習慣 我們一致認為 他造成肝癌的原因 可能跟他長期重度脂肪肝有關 其實在2018年的 國際衛生研究單位 他們有發表一個新的研究發現 就是說 因為其實這幾年 我們的BC肝的 不管是用藥的技術 跟我們有打疫苗的保護 BC肝的這個發生率下降了 過去我們認為肝癌都是跟病毒性的肝炎感染有關 可是因為這些這個病毒性肝炎的機會下降的關係 因此其他潛在的癌症因子就浮上來 其中針對肝癌如果不是病毒性肝炎 不是酒精造成的肝癌 其中有三個最高的危險因子 第一個脂肪肝 第二個糖尿病病史 第三個三酸肝有指高 那個病人他三個全部都有 所以我們一定要特別提醒說 其實我們過去都只認為說脂肪肝 就像是我們每一次健檐報告 每個人可能都會有 但是其實不要小看這個東西 未來可能會產生的發展 我們建議說有脂肪肝的人 第一個盡量減少脂肪肝的發生 因為其實現在就有非常多的證據去提醒大家 脂肪肝還是有可能衍生成所謂肝癌的風險 那再來如果假設你已經有脂肪肝 除了減少我還是建議規則追蹤 因為它會有一個過程是 先變成肝硬化才變成肝癌 只要你沒有這個過程的發生 其實比較不至於造成這樣子的一個遺憾 好 那同一時間 雅然剛剛放了一點米酒 一點番茄醬 以及醬油膏 稍微拌炒一下 沒錯 然後最後我們就下 我們要的材料 就是甜椒 以及我們稍微燙過的花椰菜 然後還可以調一點白胡椒 對 然後撒一點白胡椒 這樣就可以上菜了 好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好 酸甜鮮酥 還有這個肌肉 完全這個肌肉一點都不柴 我覺得非常適合 如果你真的想要瘦身 或者是要減肥 很適合 蛋白質很夠 而且它這邊有綠色的這個 像這個豆子 其實它裡面 對於這個抗氧化跟提成效果 真的都非常好 那番茄它紓壓的效果也很好 那現代人 其實減肥不但常常有一些問題 我想要分享一個 我臨床有一個案例 它是一個45歲的這個老師 那這個老師就是說 上課平常都是要跟學生講話 非常的好氣 那他會來中醫是因為 他有一個難言之隱 就是說他的臀部 長一個很大的脂肪瘤 那這個脂肪瘤其實也不會怎麼樣 也不痛 他也知道是良性的 可是越來越大 而且他沒有辦法做 他一做就會壓到連腳都麻了 他就只好忍耐 就是做歪一邊麻 不然怎麼辦 可是後來不用壓到 走路都會麻了 他就想那這樣不行 因為他是一個很深層 然後可能已經 長到跟神經有一點相連 而且還會抽痛 晚上都不能睡 不得已只好去開刀 結果開刀之後呢 這個麻的現象居然還是在 因為醫生說這個神經 還是有受損 他就只好 可是又比較不痛 他就先這樣子 沒想到短短三個月 又長出在原來的位置 又長出一顆一模一樣的 因為我們知道這個脂肪瘤 要開的時候 那個整個磨 打得不夠乾淨的時候 他就是會復發 那他如果跟神經已經連在一起 一定就是很難清得很乾淨了 那我們中醫對於脂肪瘤 這樣子的體質 認為叫做痰濕體質 痰就是一種循環 很不好的水分 累積在身體經絡最差 最差的地方 像臀部久坐 或者是腳底 這些地方 那濕就是一個水分 循環不好的位置 那癱濕體質 就是因為身體的氣循環不好 那老師平常講話 或者是像有些廣播主持人 講話很好氣 他本身就是一個好氣的體質 加上氣這個字中間是米 那老師講到減肥 他都吃一些沙拉 蛋白質都不敢吃米飯 類五股雜糧的食物 他本身氣也是很虛 所以我就跟他調整一下 我跟他說你要改善 痰濕體質 要吃五股雜糧類之外 你平常的循環跟運動 要做起來 這樣才能改善你的痰濕體質 然後再配合一些去痰濕的中藥 然後活血花瑜 這個情況才改善 後來這個脂肪瘤 就維持這個大小 就沒有再繼續長大 那問一下這個劉醫師 剛剛講到脂肪如果在管道內 實際上是膽固醇 但是膽固醇 其實也有功能跟功用的 並不是越低就越好 沒錯 我們如果說健康檢討 抽血的話 可以知道我們一個叫低密度 膽固醇跟高密度膽固醇 我們常看一個報告 就是看一個總膽固醇 其實不夠的 不過我們知道 現在越來越知道 就是說低密度膽固醇 叫LDL 如果越高的話 就是跟我們一些動脈 硬化一些疾病是有關係 因此呢 有時候我們醫生會比較積極 幫病人降的所謂低密度膽固醇 那我這個個案是這樣的 這個是一個四十歲 一個太太 那他在三十八歲的時候 那因為在公司見檢 發現說是膽固醇過高 他當時他的LDL 就是低密度膽固醇 我們一般大概希望一百三 就他測起來是大概降一百五 那當然他們家醫科醫師跟他講說 你這要降 否則以後怎麼樣怎麼樣 因為家族史有什麼 心肌梗塞 你要特別注意 他就乖乖地服用降膽固醇藥 starting的藥 那這當然降的速度非常快 那他也就是 就配個醫生治療 不過他後來發現 在來就診前大概一年左右 他覺得他肌量也不是很好 而且他發現他很容易痠痛 全身痠痛 這邊痠那邊痛 那當然有人跟他講 你這個就是什麼慢性肌膜炎 他看到是怎麼吃了半天 都效果不好 那找到我們的時候 其實他先跟我講說 他有這個憂鬱情緒的問題 憂鬱的問題 而且他居然就是說 在用藥物大概一年之後 他經濟就沒有來了 然後後來我們就覺得說 這個其實也對啦 我們看到他這個降 這個LDL 就是低密度膽固醇 那他醫生幫他降到多少 降到60 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說130太高 可是我們降 可能在現在有些醫生認為 要降到70以下 那是在有些風險 批准糖尿病 諸如此類 但是這樣太低 有問題 後來我們幫他驗血中的微酸D 各位知道我們血中微酸D3來講 一般濃度在30 及格 我都希望把邊調到40 這個太太大概只有6 真的D6 各位因為我剛剛前面講過的重點 我們要膽固醇 它是我們身體需要的東西 膽固醇它需要 它會變成我們的D3 會變成我們的這些雌激素 如果你的膽固醇原料不夠的話 下降太多的話 我合成D3會出問題 我合成女生磁激素出問題 因此你D3會降得非常低 D3降到低的時候 骨質合成也會出狀況 而且跟憂鬱症有關係 然後全身會痠痛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它的磁激素原料來源不夠了 也降低了 所以它開始停筋了 那我就跟他講 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 我就說第一個 那你除了要運動曬太陽 我說請你要補充你問D3 那另外來講 我也請他跟他醫師討論 他看了另外醫生講說 你降到這個60 好像低一點點 那兩天一顆藥 那兩天一顆藥之後 他這個低目膽固醇 慢慢就爬到多少 大概90 然後他兩三個月之後 他發現他疼痛就好了 我們再幫他測D3濃度 拉到大概34 那我們大概一天 給他補充3000到4000 國際單位 我要強調就是說 其實膽固醇 確實是太高不好 但因為它是跟我們身體合成 一些原料是有關係的 你降得太低是有問題的 所以因此來講 如果你有服用這個降膽固醇藥 再降血脂肪 你務必注意看看 跟醫生討論看看 我是不是要降多低 是不是需要降這麼低 但是當你發現 全身骨頭痠痛 需要骨質速通 這個機會增加了 然後你的 你是女性朋友 你的經期提早的結束了 你要考慮 是不是膽固醇藥 跟醫生討論 是否要減藥 會慢慢的 不要吃太多 這樣子 那問一下 袁醫師 血管內堆積的脂肪異物 久而久之 也有可能造成血管的阻塞 所以過多也不OK 我們最近這個冬天裡面 我開了好幾個 這個主動脈玻璃 那是非常 對我們心臟外科來講 是非常痛苦的一個手術 為什麼 因為怎麼弄 大概就要八個多小時 而且 為什麼會玻璃呢 這是非常簡單的事情 你的血管裡面 本身是要 需要有彈性的 血管本身是個 三層的夾構 它有個內膜 有個中層 還有個外膜 對 內膜是非常脆弱的地方 也就是 動脈硬化容易發生的地方 那這個中層呢 是有血管本身的肌肉 血管的血管 因為血管也是個 也是個生物體 它也需要有營養來源 所以它有血管的血管 那也有血管的神經 都在這個中層這裡面 所以這個中層很重要 它可以讓血管 遇到冷的時候會收縮 又要熱的時候放鬆 愉快的時候放鬆 緊張的時候收縮 都是一樣 那還有第三層這個叫外膜 外膜更重要 為什麼呢 它不能隨便讓你血管受傷 否則我給你一握手 啪啪你血管就破掉了 那還得了 我今天打你一拳 啪就破掉了 所以外膜非常的 非常堅固 OK 所以在內膜 當它產生動脈硬化的時候 當它一不小心 血壓壓力一大 破了一個小洞出去之後 這個血就要向外衝出去了 如果它一下衝破這個外膜 它就一命呜呼了 但是它衝不出去 因為外膜很硬 所以怎麼辦呢 它就在這個夾層中 開始向上向下 產生一個撕裂的情形 在血管的夾層內 產生玻璃的現象 所以我們叫做主動脈玻璃 那主動脈玻璃有兩個方向玻璃 一個是往心臟這邊玻璃過來 我們稱它為A型的主動脈玻璃 一個是往肚子 角的血管撕裂下去 我們稱為B型的 A型最可怕 因為它再侵犯到心臟的話 會把心臟血管撕裂 會把心臟的半膜撕裂 所以那是非常可怕 所以那一來 就要趕快做急診手術的 那一做 因為它整個大血管要換掉 所以非常痛苦的東西 那主動脈玻璃有症狀嗎 當然有 它就是一個破掉那個孔的時候 一破掉會突然間劇烈的臣痛 然後突然間才開始在 向上 向下延伸的時候 會有個撕裂的感覺 所以病人非常典型的講法就是 一個胸胸胸痛 然後突然間有個撕裂感到背後去 這兩個一合在一起的時候 不管是醫師 看我們節目的民眾 都要想到說 好像是發生這個問題了 尤其本身你有高血壓 糖尿病有家族史的話 你都要大膽的懷疑是有這個情形 那這種人要趕快送急診 要趕快來送到急診 就算真的送急診也不一定可以 只有50%可以存活過來的樣子 真的喔 是威脅 就算即時送也要來得及 這一點都沒有錯 所以我們都是來得及的 但我只是說我嚇到是說 最近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40多歲就有這樣的情形 那麼你仔細再觀察他的情形 你會發覺說 他跟我一樣沒有像我這麼胖 然後現在這麼年輕 好像也沒有高血壓 沒有什麼東西 但後來你再仔細觀察 就是生活太過隨性 如果我們比較肥胖 尤其我們這個脖子脂肪 特別多的話 你可能一般重度睡眠 呼吸重症 你不是你自己健康的問題 你可能開著或危害別的健康 女孩子在看她的這個MC 它其實是個指標 它有可能是你的脂肪 過多或過少造成的 太多的油脂 也可能會讓越進步來 更嚴重可能會導致 不孕的風險 也就是說都是 因為單身嘛 沒有結婚 想吃就吃 想睡就睡 想喝酒就喝酒 然後抽菸 然後晚上就是上完班之後 然後也不怎麼運動 就開始追劇 去看這個看那個 就是熬夜加班 然後一點都沒有照顧自己的生活 結果真的在一個壓力下 殊不知他可能家族本身就有問題 殊不知他可能本身有血壓的問題 那麼這些病人 我們在做完手術 存活下來的話 我們都會去找原因 結果一抽膽固醇 果不然 膽固醇都非常高 壞的膽固醇都非常高 所以我們就知道 可能發生這類似這種情形 那這個新門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其實現代人很重視體脂肪 那在台灣其實有一些 比較有功能的體重劑 也都可以檢測體脂肪 體脂肪其實不同年紀 不同性別 也有一個合適的數字的區間 剛剛雅蘭講 她在減重急盛期 她的體脂肪是低到16 其實這個在女性來講是過低的 男生跟女生比起來 天生女生存體脂肪的量會多一點 所以女生的範圍 我們大概在25以上都算是OK的 太低可能也比較不好 因為我們女性荷爾蒙什麼的 還是跟體脂肪有一點關聯性 男生的話大概是介於20以上 我們認為是正常的 但是相反的 假設男性大於25%以上 女性大於30%以上 你就要特別注意 這個體脂肪可能是不好的 美國有一個很有名的心臟學會的期刊 在2013年她發表一篇文章 她在2002年到2005年之間 抓了3000個受試者 這受試者所有人去做電腦斷層 去看她的所有的器官外面包的油脂的狀態 發現當你的這個器官外面包的油脂的量 就是所謂的體脂肪 或是脂肪類的量比較多的人 她在這一段追蹤時間裡頭 發生心血管疾病 發生癌症的機會 都遠大於這個脂肪量比較低的人 因此大家就開始說 其實身體的體重不一定是重點 但是如果你的體脂肪高 或者是內臟脂肪高 小心你心血管疾病風險上升 小心你的癌症機會風險上升 我們其實建議男生跟女生 你坐在電視機前面 你都不妨拿出一個軟皮尺 量一下我們的腰圍跟臀圍的比較 我們提議腰圍的地方 你就其實最簡單 就是用肚脊畫一圈 臀圍就是我們把我們的手插在腰上 我們感覺最寬的那個地方 稍微往下一點點 對 那個地方就是我們的臀圍 腰臀比男生就是腰除與臀 你不要除顛倒 大概是0.9以下 女生其實比較寬 因為女生通常天生的骨盆 比較寬一點 所以可以容許到0.85 我們只要看到指數是倒過來 就是女生可能到0.85以上的 很多人抽血心血管的疾病 或者是代謝症候群的風險都上升 我印象很深 我有一個女孩子病人40多歲 因為我們都會先量體重 因為這個女生體重OK 她60幾公斤我覺得還好 不至於到要來看減重門診 她走進來說 她說是醫生推薦她來的 那我沒有多問她 我先看她的身材 我就請她再回去量那種比較可以精細量體脂肪的儀器 為什麼 通常的女孩子都會有一個比較瘦的腰跟稍微寬一點的骨盆 她是完全倒過來 她就是一個小水桶 她的我肉眼看她 你就可以看到她的腰尾遠大於她的臀尾 實際一量她的腰臀比是1.2 其實蠻高的 我比我們女孩子的臀部是相對比較高 是腰臀大 對 然後我們去看她做比較精細的體脂肪 她的體脂肪她才60幾公斤 她體脂肪高達40 非常非常高 她剛好有一次在急診室的片子 我就跟她解釋說 你這個真的是屬於體脂肪全部在內臟裡頭 為什麼呢 她做一張那個核磁共振 裡頭我們可以看到那個器官是黑色的 有某一種影像她的脂肪是白色的 你就看到所有的器官外 都包了一層白白的東西 她所有裡頭全部都是體脂肪 其實她沒有跟一般人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 她唯一的習慣就是 因為她是上班族 她在那個上班的空檔真的很無聊 她的習慣就是她每一天隨時都會準備很多的餅乾放在桌上 然後呢下午都有那個手搖引就叫那個外送 她的習慣就是任何時間她都喜歡吃甜點 甜點加零嘴 對 所以其實她只要把這種我們說錯誤的習慣改回 她後來其實體脂肪下降的算是蠻快的 所以還是要特別提醒一下 如果假設你的像我們剛剛提到的 體脂肪高 腰臀比高 我建議你這個健康檢查就不能少 因為你可能就是心血管疾病的高風險群 對 那接著下來我們的龍師傅 也要分享一個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教大家分享燒的是 義式雙鮮五載魚 一般在家裡煎五載魚的話 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把它中間剖開 先剖開 對 對 然後去的骨是不是 沒有 骨頭沒有去 對 在骨頭的地方稍微用刀子稍微剁一下就可以了 那一眼法也是一樣就是 基本的就是米酒 鹽巴跟一點胡椒粉 對 大家會做 但是在家裡你給它一點小小的變化 你就再撒一點這個義式的綜合香 對 就不用多了 就是有一些這個不同的一個味道在上面就可以了 在家裡煎魚大家都覺得說很可怕 為什麼 因為會油爆 對 熱鍋熱油 對 但其實你只要油稍微比一般的炒菜再多一些些就可以了 然後鍋子稍微讓它熱一點 那我建議大家可以在這個魚的表面 可以撒一點的這個麵粉 好 米讓它恰恰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它比較不會 油爆也比較少 對 比較不會產生油爆 就水分比較少 煎起來會比較有金黃色的感覺這樣子 對 那我這邊教大家怎麼煎 因為有時候你家裡的鍋子說 這個比魚還要大 對 它有比魚小都沒關係 那這個鍋子稍微小了一點點 來 這個記得鍋子熱汁開始的時候 以尾巴先放進來 以尾巴先放進來 就是萬一現在小家庭也不會每天買那種三四十寸的阿嬤大鍋 對 那剛好你買到一條的魚 它的長度略大於鍋子的時候 對 那尾巴其實肉比較薄 然後你可以先煎它的尾巴 讓它兩面可以熟 對 對不對 先讓它煎一下 對 讓它稍微定個型 然後你尾巴可以超出鍋外沒關係 這樣好聰明 這樣會比較安全一點 而且比較不會斷 對 沒錯 對 沒錯 對 比較不會斷 因為不然我們鍋子太小的時候 你像下去煎 黏住了它就斷掉了 對 好 那再來就是把整個魚放進來就可以了 然後魚背就可以下去 魚背放進去就可以了 好 那另外一邊 因為剛剛有講說這個 楊安姐她說它減重就不太吃澱粉 對 然後油就不太吃 對 油脂 大家會覺得很辛苦 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實我用一個比較低熱量的澱粉 這個薏仁 薏仁非常好 對 它讓你有飽足感 消水腫 對 熱量又非常的 這不會像米飯那麼高 這個是事先蒸過嗎 跟大家分享薏仁的話 第一 一開始就是先泡水一樣 我是前一碗先泡水 第二天就是再換一次水 然後下去蒸 大概蒸20分鐘 對 有點像蒸米飯的感覺這樣 它吃起來會比較有Q度 會有口感 那它也是一個好的澱粉質的來源 所以薏仁在做的時候 大家會覺得說 就是都沒有味道 沒有味道 會覺得說你要煮很多很重口味的東西 對 就是這樣 你調料加太多其實也是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教大家做一個這個 蒜味的一個薏仁 喔 厲害 讓這個蒜的味道可以進到薏仁很遠去 那這是一個新鮮的這個蒜末 自己要切新鮮整顆的 不要泡過水 先把這個蒜末炒香 炒香 對 然後今天還搭配了兩種菇 美白菇 紅喜菇 對 菇類 菇類也很百搭 那今天還切了這個紅椒 紅前椒丁跟甜豆切成丁狀 這個是甜豆把它切成丁狀 對 我把它切成丁狀 這裡可以看一下蒜頭已經香氣出來 這時候薏仁蒸好的薏仁就給它下去了 對 把這個蒜末跟薏仁的味道 給它拌在一起 對 雖然有時候我說真的 大家在吃薏仁會覺得說 都沒味道 對 所以你用這個蒜頭的味道比較進去 所以你想是用蒜味先讓它入味 對 這個味道就很棒 這時候就把這個健康的菇類來放進來 好香喔 我現在有聞到那個蒜油香 對 有點像那個義大利廚房 或者人家在烤大蒜麵包的那個蒜香 就是新鮮的一個蒜油的一個做法 就是這樣子 對 好 這邊稍微燜一下 然後我先把魚稍微再把它翻過來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魚 對 看一下 因為由於這個你有沾麵粉的話 對 所以這個魚其實 會比較容易定型 對 比較容易定型 好 那我這邊來直接翻過來 給大家看一下 魚真的好難解 你看到這個 好漂亮 好美 漂亮 漂亮 對 可以看到 這個魚有煎到的地方就比較 但是沒煎到 你盡量把頭再撈起來一點點 對 你千萬不要硬翻 硬翻的話這個魚可能就很危險 就會斷掉 可能就會斷掉 這個由於這裡面是澱粉質 所以我建議大家可以加 差不多一湯匙的水進來 好 少量的水 少量的一湯匙就夠了 把這個澱粉質的 它還是需要一點水分 味道會比較好 好 甜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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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這個待會兒要搭配五仔魚汁 對 這個等一下 我要把它淋在五仔魚的上面 真的喔 然後再調料很簡單 就是鹽巴就好 其他都不要 其實你現在煎的魚 我也聞到一點 義大利綜合香料的香味 對 就是這樣的煎魚就比較沒有腥味 對 比較 煎起來它的魚肉會比較 吃起來會比較好吃 而且你看魚肉非常漂亮 對 那你飯的時候我教大家 這個魚這種其實剖開是不好翻的 所以我建議大家先把它 關起來 對 關起來 對 先把它關起來 關起來 關起來 關起來是手術房裡頭的 關起來 這打開 它又變成一條完整的魚 對 你就把它變成完整的魚 就可以了 可以這樣子 可以 對 對 好聰明喔 然後這個時候來 蓋上 對 開這個 稍微 好 利用這個熱度把它裡面的 這樣子 它裡面的肉汁也不會跑掉 不會 你要翻過來再煎的話很快 但是吃起來魚肉就會比較乾 兩邊都會乾 對 因為我們魚還是要整條完整的出來這樣 會比較好一點 對 所以這邊稍微給我一點點的時間 他是世界冠軍師傅 他不要在意魚的賣相 對 因為等一下是翻 他斷掉的話就不好看 對 好 那我們燒這個魚的同時請教一下 溫太醫喔 剛剛講喔 其實人的脂肪很重要 剛剛好最好 那偏偏有一些人暴飲暴死喔 就很容易三酸甘油脂過高 然後甚至引來身體各式各樣的病痛 或者是發炎 是 像我臨床就一個65歲的主管 他剛升上這個總經理 所以他就是升官之後 公司第一件事就是幫他安排健康檢查 結果檢查出來呢 這個主管他平常沒有什麼問題 但檢查出來三酸甘油脂400 然後他還有脂肪肝中度的 然後還有脂肪移 然後其他的部分 膽固醇居然是正常 那他覺得非常的奇怪 他說他的飲食是非常正常 只是說偶爾會小酌 那我問他說那你的小酌 是怎麼樣的小酌 他說威士忌一天大概400cc 400 我說400cc 400cc 這個不叫小酌 這個叫酗酒 酗酒 然後就說這樣情況是很不正常 然後來看總醫的時候 第二個檢查報告又出來 發現他有嚴重的胃潰瘍 然後胃破了兩個洞 所以就可以知道 他其實是很能忍耐 以及比較悶的 然後又有酗酒的習慣 所以就跟他說 你要開始吃那個胃相關的藥材 來修復你這樣子的黏膜 然後這個期間你是不能喝酒的 你在傷口上這樣一直倒酒 那個傷口是不會好的 而且你的那個脂肪已經不會好 結果一個禮拜之後他就說 哇 吃中藥好有效喔 他的腰也不痛了 然後睡也很好 然後他也可以不用靠酒精 因為他本來是睡不著 然後他就發現 其實還是如果有睡不著問題 就針對睡不著來處理 那如果有脂肪肝的問題 其實就是要減脂來處理 其實剛剛講的那個藥人 就是我們台灣最好除彈濕的一個食療 對 因為我們講肥胖 它就是一個彈濕的體質 那平常在飲食中 像這樣變化料理的這個藥人 就是非常推薦的一個料理 那同一時間 我們師傅的藥人好像也燒好了 對 我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他這個時候味道已經非常入味 而且很輕輕拌下來 那待會魚把魚 我覺得單吃這個也會很好吃 這好適合拌拌拌麵喔 而且它的熱量脂肪就非常的低 對 那我們就來試吃喔 我覺得當然可以用不同的料理再加進去 但是真的是開了我的眼界 藥人用這種做法 而且它熱量低 我覺得這個大家可以試試看 真的太棒了 那我們常常講脂肪來講 其實不要忘記 我們剛剛講 比如剛剛講 腰圍 臀圍 其實不要忘記了 脖子的脂肪也是麻煩 太多是有問題的 我有案例是這樣 這個先生是因為他太太陪他過來 他是一個開沙士車的業者 那他本身來講 一位為什麼會來 是因為他發生車禍了 那發生車禍來找我們幹嘛 因為他開車 開到老是渡顧 渡顧到之後呢 有時候打嗑的時候 也就撞到別人轎車 而且那個死傷非常嚴重的 上社會新聞 後來呢 當然警察給他去 車並沒有酒醬 那後來發現 他說就打嗑睡了 我開車就疲倦 那當然這個先生來講 這個駕駛是比較胖的身材 他來過來的時候 我看他就坐在我面前 然後眼睛打開 然後沖完了血濕看著 我就跟他問他太太說 他晚上睡覺非常大聲 對打嗑非常大聲 後來我們幫他做睡眠檢查 你知道各位 我們一直強調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晚上睡覺的時候呢 你這個因為空氣 你吸氣吸不過去 我們如果說脖子脂肪太多的話 你氣會被這個呼吸下阻塞 結果他我們一般來講 一個小時的呼吸中止次數 大概是五次以下正常 如果大於三十次要重度呼吸中止症 我們幫他測的時候 我們那個我們在測的監測 我記得那時候監測的那個 我們技術員測到一半 就把他線的拔掉 請他回去 不敢幫他測了 因為他最常可以兩分半不呼吸 然後兩分半不呼吸 那個臉就看著一直黑 而且血氧濃度 一般我們的九十 他會血氧低低低 低到四十 然後把他拔就說 你有報告有報告 你叫太太 他說他醒來搖 他搖半天 愛醒不醒這樣 他因為他嚴重呼吸中止症 他一個小時後來我們推算 大概將近八十次的呼吸中止 他幾乎是睡覺 他根本睡覺就是 就是一睡 就塞住醒 一睡就塞住醒來 後來我們跟他講 難怪你會發生車禍 那後來我們跟他講沒辦法 那當然要請他減重 後來又給他佩戴 叫呼吸震撼儀器 他睡覺的時候帶一種機器 那個壓力可以把這個空氣 很成功的經過口腔 咽喉送到肺裡面去 他就沒有缺氧了 結果他這樣適應之後很快 他睡眠就非常的OK 白天開始驚人得好很多 所以我特別提醒大家 如果我們比較肥胖 尤其我們這個脖子脂肪特別多的話 我們shoulder neck就是脖子比較短 對 這種case來講特別注意一下 你可能罹患重度睡眠呼吸重症 你不是你自己健康的問題 你可能開車會危害別人的健康 特別注意一下 真的 而且雲醫師也要提醒 這個現代人很多吃零嘴或者甜點 可能吃到很多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其實也很傷心血管 現在的東西很多都是工廠做出來的東西 它裡頭都是有些奇怪的東西 你身體我們當然認為 你身體進來身體好的話 就像剛剛講的睡眠好 身體新陳代謝好 任何髒東西不好的東西 它都會幫你代謝掉 但有些時候它就是代謝的不好 那尤其在生活壓力 睡眠不好的時候 你沒有足夠的時間 讓身體上的清道夫 去清這些東西之後 它就會在身體上造成囤積 就會造成問題 尤其是我們特別要提醒最近的婦女朋友們 因為婦女朋友們 我們知道說 當你還沒有到更年期的時候 老天爺大家認為說你隨時可能會懷孕 所以你有時候你自己的心臟 要呵護一顆小baby的心臟 雙胞胎的話 是一個人呵護兩顆心臟這樣子 所以在這段時間內 婦女朋友很奇怪 她跟男孩子的這個比例大概6比1 也就是說六個男孩子可能會得到心臟血管疾病 但其中只有一個女孩子 那就是有這種情形 但是當一個女孩子慢慢進去到更年期的時候 她得到心臟血管疾病的機會就更大了 尤其婦女朋友 越是到了更年期的時候 她的情緒也不好 她的荷爾蒙在改變 大家家人都覺得她很怪 反正很多東西都累積在一起的時候 她的心臟血管的惡化變得更快速 我們還是用剛才那個圖板來跟大家解釋 我們血管本身有所謂的軟性斑塊 硬性斑塊到血管完全動脈硬化 這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有時候是5年 10年15年左右 所以如果說你沒有好好去看好她的話 她在快速的惡化的過程中 尤其當婦女朋友一旦停經之後 那麼她有時候這個快速的進展更快 我們當然期待你是在軟性斑塊的時候 可以認識我們 藉由這麼好吃的食材 它有時候軟性斑塊就會回到正常 你到一點硬性斑塊的時候 還是早點認識我 因為不行的話 我幫你做個氣球過張術 我幫你做個血管支架 也還來得及 但是當你到了硬性斑塊 或完全蓋化的時候 等發作了 倒下去了 才認識我們的話 一切就太晚了 最近就真的有一個60多歲的 我還認為她是非常年輕的女性 因為外表看起來都不錯 但是呢 就是因為她常常就是感覺到說 有時候一運動 胸口就會有點悶痛 下巴到手臂這個地方 都會有點不舒服的感覺 但所有人都會想說 媽媽你最近是跟年齊 你這個壓力太大等等等等 都一直要沒有去輕忽她這個疾病 結果沒想到 我們幫她做了一系列的檢查之後 反而發現是她的血管真的是動脈硬化 心臟上面的三條大血管 已經堵了兩條多了 所以我們幫她做了手術之後 反而救了她一命這樣子 但是我常講 給我們做心臟手術很辛苦 如果你能早一點 多看我們的節目 多吃點健康食材 不要走到被我開招這條途徑的話 那才是最上策 而且新門醫師也要提醒大家 內臟脂肪 這個一旦增加了太多 真的是會傷害到身體的健康 對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劉醫師有跟大家講過說 假設我們吃太少的油脂 可能會讓月經不來 但是太多的油脂 也可能會讓月經不來 更嚴重可能會導致不孕的風險 我之前有一個女孩子來找我 其實比較算是在減重 她就跟我說她其實 她就開始跟我講她的過程 大致上就是她的體重 瞬間上升10公斤 她是個年輕的女孩子 但是在她的這個嘴角上 長了很多小小細細的鬍子 她的皮膚也很明顯的 比較粗糙一點點 那我在幫她翻她的身體的時候 就在我們的脖子的背後這個地方 正常的女生其實愛乾淨 我們通常脖子都是很亮的 但她裡頭就很像是長癩 就是髒髒的 好像黑黑深深的眼 臭臭 摸起來粗粗的 對 那時候她講完之後 我就問她一句話 我說妳的月經是不是不規則 她嚇一跳 她說妳怎麼知道 原來她被醫生診斷 一個叫做多囊性卵巢症候群 所以醫生也跟她說 你這要同時減重才能 讓多囊性卵巢症候群的症狀可能改善 她的原因到目前為止 還是有很多種說法 其中有一部分 有人說是跟基因因傳有關 但有一個很高的族群 認為她跟一個叫做胰島素組抗 這個問題有關係 所以我就跟她解釋完之後 就抽了她的血液檢查 因為她體重瞬間上升 果然她胰島素 我們正常人希望10以下 空腹的時候 她43 是算非常高 我們如果換算 胰島素組抗的指數 我們正常人有一個指數 她是在2以下 她高達7點多 所以也就是她其實是一個 非常高風險的 胰島素組抗的族群 後我就跟她講說 你要不要兩個一起挑 她說兩個可以一起挑 我就跟她說 胰島素組抗下來 你的月經可能就會規則 後來她其實很認真在減重 所以她體重瘦了13公斤 其中我們就比較 體重跟體脂肪 她體脂肪瘦的比例很多 高達10公斤 其實蠻厲害的 因為很多人是 體重下來 體脂肪其實沒有下來 胰島素的指數 從43變成20出頭 果然她的月經就順暢的來了 所以其實我們有時候 女孩子在看她的這個MC 她其實是個指標 可能背後藏著的問題 不單純是月經的問題 還有可能是你的脂肪過多 或過少造成的 那節目最後 溫炭音也要分享一個 健康減脂肖子養生茶 今天介紹的這個肖子養生茶 它其實是有一個來歷 就是說女生最怕腹部脂肪 尤其是生完的婦女 那我臨床上有個36歲的 這個生三胎的媽媽 她為什麼會來 就是說她肚子一直瘦不下來 婆婆一直跟她講說 你不要再生第四胎好不好 我們家已經養不齊了 然後她就結紮 然後她就說 好 我也很想瘦 可是我就瘦不下來 那去洗衣減才也都正常 那月經也都正常 小朋友都三歲 她就是完全那個肚子瘦不下來 然後來把脈之後發現 除了癱失體質之外 就是內臟脂肪減不下來 所以我就給她一些藥材 那哪些藥材 就是我今天要介紹這個山楂 山楂就是我們吃的山楂餅的那種山楂 對 有一點酸酸的味道 然後它裡面有很多的山楂酸 酵素等等 還有就是被酸性保護的維他命C等等 然後因為是紅色 所以它含有葉紅素跟葉黃素 那對眼睛也很好 重點是山楂酸減脂的效果很好 然後再配上這個烏莓 烏莓 對烏莓它可以減脂生菁止渴 大家也知道 所以它的配方就是 山楂五克 烏莓五克 然後黃芹三克跟甘草三克 對 因為它產後 把它補一點這個氣蓄 那這個分量加上500CC的開水煮滾之後 就是變成這樣的一個消脂茶飲 好喝喔 對 那這個就是病人 它每天每天這樣喝 一個月就瘦了4公斤 而且都是瘦在肚子的脂肪 可是很好喝耶 我會不會 我覺得那時候好喝的 越喝越覺得開胃 酸酸的 我覺得雅蘭喝有可能會開胃 因為中醫有點雙向調 就是如果你太胖 它會讓你減脂 如果你太瘦 它會讓你就是消化比較好 所以我覺得適合而且 我覺得是可以期待的 也是把外帶兩大包 它適合就是吃飯的這個習慣 比較喜歡高油脂 它可以減油 避免吃飯的吸收 謝謝溫太醫的分享 也謝謝我們這麼多好朋友分享 我們今天分享了 健康好料理的食譜跟做法 也都會PO在年代嗎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臉書 還有LINE的官方帳號的主頁 歡迎觀眾朋友掃描我們的QR Code 加入我們的LINE帳號 那健康好生活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準時再見 拜拜 謝謝 謝謝